回来以后你再去吧 好 咱们吃上去就过去 我们的早餐文化就是 边吃饭边商量一下 今天我们除了工作以外 都要做些什么事 管家的业余爱好是房地产 所以他也有房地产的license 业余时间就会帮朋友们买房 我也喜欢参与 所以管家经常带着我一起去 我们现在去朋友要卖的那个房子 看过他们死的一定是做的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 在就是完善的地方 你觉得现在卖房多不多 现在市场上我觉得卖房 卖房的量比以前增加了 是吗 那就是 买期有点不足 是吧 房子就不是那么好卖 对卖的多一些 而且还能讲价了是不是 对基本上除非有的人 有的人故意把房子压低价格 然后让大家来抢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比较小房 年头比较多的 然后呢因为你买的比较早 所以说人家卖的就 本身价钱 asking price就比较低 这样的话大伙来抢 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合理的价钱 或者偏高一点 然后呢可以降价 朋友卖的这个房子呢 是新房一年多 40多万买的时候 因为他买了更大的房子 他不想把这个房子出租 现在一般的出租房 一般多少钱的价位 三十左右万比较好 对否则如果四十多万的话 因为你租金的话 不是按照你房价的比例 在上涨的 一般人租房子的话 可能一千五两千尺就够了 对所以说你很难能够 按照比例去增长增长 那就是说房子贵的话 回报率不那么高 对现金流 现金比例没那么高 所以一般投资房 都买便宜的比较好 我们这周啊 有几个区都属于好区 今天要卖这个房子呢 也属于后开发的 比较好的区 学校的学分呢 也是在全州前几名 最近这一两个月 管家给顾客买房子 买过几个五六十万的 五六十万的房子好区 现在都能讲下了价 因为现在贷款利率比较高嘛 很多人没有那么多的现金 来买房 所以呢 好一点的房子 五十万以上的 基本就不是那么走得很快 市场上都能讲下来 这个小区景色是特别好啊 他这个房子买了一年多 因为他换了大房子嘛 这个房子他只需要原价卖出去 不赔钱就行 这个小区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staging已经装过了 这是壁画也做上了 地毯也放上了 沙发也放上了 然后墙上也挂上了画 还有穿桌 当然比有些家庭摆设的话 不一定是那么完美 但是就更有一些生活气息了 这种新房其实也不用太装饰 因为刚一年多的嘛 而且他们家两个人没有孩子 所以房子保持的特别的好 二楼装的也挺好的 挺有特点的 有点艺术气息 其他两个房间 小卧房没装 这个是主卧 主卧 放着床显得更大了 有点欧美风格装饰的 然后呢 比较有这种 一种艺术感觉吧 氛围 还是不错的 做这个公司 当然他也得有 专门设计的人干这个 从窗户看外边的景色 哇 太好了 阳光太好了 洗手间也装饰了一下 今天就是这样了 我们呢 来看一下 然后再把卫生彻底打扫一下 车库也特别亮堂 三个门的车库 四个房间 两个半的洗手间 整体呢 适合家庭 后院带糊的 也是效果很好 看完了 回去了 那我们在晚上再来给他 嗯 再做精致一点吧 我觉得他的地毯沙发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满意 晚上我俩都下班的时候 再来一趟 再给他烧家修饰 再做得更好一点 就显得更精致一点 然后卫生呢 地毯是不是没有 没有吸呢吧 对 回去我来弄一下 嗯 再把地毯好好清洗一下 就是拖一下地毯 然后我把那个鞋套放在那儿挂上 嗯 鞋套拿过来 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都回去上班了 这个房子比较新 是拎包入住型的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人 能喜欢买这样的房子 然后呢 下一步 买卖情况 我们再更新 谢谢 谢谢 1-2-2-1-2-3-2-1-2-2-1-2-1.